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介紹的是鎮港的台灣黃牛 台灣的黃牛是在民國76年 因為台灣的黃牛最早的時候是拿來耕田用 因為農業機械的發達以後 耕田的用途越來越慢慢視為 所以說變成養台灣黃牛的人越來越少 那我們也擔心它哪一天會從台灣消失 所以在民國76年的時候 就開始從台灣的全島的各地去收集 有台灣黃牛的特徵的牛隻 集中到我們的氣產實驗所的恆春分所 然後這個族群裡面呢 我們經過23年的時間 把它固定它的基因還有遺傳特性 終於在99年的年底呢 通過農委會的命名登記的審查 那這個審查通過以後 我們是希望把它能夠做商業的推廣利用 因為一個比較瀕臨絕種的動物呢 如果說能夠做商業利用的話 那麼我們就不擔心它會慢慢慢慢減少 那其實台灣黃牛有很多它的優點 例如說台灣天氣很熱 它對那個耐熱的特性很好 另外它那個很耐粗食 也就是說它的飼料呢 不要吃得很精緻 所以因此呢 它的那個飼養成本會降低 還有一個特點是台灣黃牛呢 它抗病力很強 尤其是養牛怕一種外寄生蟲叫牛壁絲 它能夠抵抗那個牛壁絲 所以這個是它的特點 而台灣黃牛的牛肉呢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影片 那個都是一些素人 我沒有特別去那個安排他們拍攝 但是他們吃了台灣黃牛肉以後的感覺 簡單的講就是它鮮嫩多汁 它的那個有那個甜美的味道 並且它有那個香味 那台灣黃牛呢 另外有一個健康的取向的特色 就是說它的不飽和脂肪酸含量比較高 通常我們在比較的時候就是說 不飽和脂肪酸跟飽和脂肪酸的比較呢 一般的牛大概是0.9% 但是台灣黃牛會高達1.5% 表示它不飽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較高 因為它膽固酸低 所以符合健康的取向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 雖然體型很小 但是它的筋肉率很高 筋肉率也就是瘦肉率啦 瘦肉率高達這個63%到73% 一般的能夠達到60%就算很不錯的 那當然屠宰率也不錯 所以我們是希望把這樣一個有很好的風味的 並且它很適合本土飼養的牛種呢 能夠推廣給業界來使用 那所以在去年的年底呢 把這個品種的飼養技術跟品種權 授權給紅井這個國產肉品的專賣店 那希望透過他們整個生產的體系 包括在他們自家牧場的那個生產的 產銷履歷的驗證 到台南市肉餅市場的這個屠宰的驗證 然後到他們紅井公司分切廠的驗證 一系列的完成驗證 所以它這個產品呢 是拿到CAS的驗證 也拿到產銷履歷的驗證 結合我剛才講的黃牛有這麼好的特性呢 能夠把這樣的一個好的產品 推薦給消費者 希望呢 能夠大家吃得很開心 有人說吃得很安心 很鮮韌 而且很多汁 居然沒有加鹽 怎麼這麼好吃 肉食跟我原先煮得一起吃牛肉給你們看 是這樣的 好 還好 一隻手 來吃了 好 好 ikk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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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那要有這塊別人吃 但我覺得這塊肉是 它真的是很鮮嫩甘甜 牛肉要鮮很容易 但是你要甘甜的話就不容易 尤其是牛腩那種感覺 它吃起來就是無法繼續濃 還有那種香氣 吃完以後會回味 是會有比較香 比較甜 而且Q度很好 對 這是一般跟外面一般的牛肉 是不太一樣的 它吃起來它的味道比較香 比較渾厚 當初只是很單純想要做一碗很好的牛肉湯 那我也試過了很多很多國外的品種的牛肉 那聽很多老饕講還是很難忘懷這個 台灣黃牛的滋味 這個黃牛它本身就是有那種讓人家難以忘懷 我們過去小時候在外面吃的牛肉湯的這種味道 是非常難再找回來 那黃牛品種上 本身上會有一個醬油香氣 比較厚薄的香氣 黃牛肉上面的話 它是比較濃郁的香氣 特殊的香氣 那像美國牛這部分的話 聞起來可能要很近的去聞 它這個香氣才會讓你比較便宜 但是也是淡淡的 牛肉香氣 這個是第一家台灣CAS的認證牛肉 那你們現在吃的是台灣黃牛 台灣黃牛讚 Tina 海嘗 海嘷 海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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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嘗